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刚有稍微做一个小拉抬的动作 目前的指数呢 是在8226上涨了10点 那今天行情呢 其实呢 都在盘上 都在平盘附近 这边上下游走上下震荡 所以今天的盘呢 老实说 也是政府很窄 今天旗指呢 最高最低点呢 相减下来呢 总共也只有39点之多 总共也只有39点之多 所以呢 表示说今天是没有大行情的 没有大行情的话 良美也不会告诉你说 我今天又赚了上百点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保育赚的指标哦 保育赚的指标呢 今天的讯号呢 今天的讯号是这样子的 早盘呢 延续昨天8201翻多 结果指数呢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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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8214这边我们翻空 然后在8214这边翻多了之后到8221翻空 结果呢 在8220的地方呢 又再度翻了做多的讯号 那现在呢 是有慢慢缓步往上拉的局面 所以呢 当保育赚指标再翻多 我认为尾盘呢 还是有拉伸的机会 而目前的走势 目前的方向 到底是比较偏向多头 还是比较偏向空头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些东西 这是惯例我都会给大家看的东西 资料 这个是倒重指数 昨天呢 又涨了19点 昨天又涨了19点 而 涨19点呢 我们不觉得意外 因为主力G能量呢 是持续的都在做多单 所以呢 这个指数呢 是频频在创高 频频的在创高 而在台指 在加权指数的方面呢 也是一样 加权指数的方面呢 已经连续4天 主力都在做多了喔 主力都在做多 所以这个行情呢 也是平创新高 所以呢 我预估 只要主力G能量呢 它是持续的在做多单 持续的在做多单 那么这个多头呢 很有可能呢 可以挑战到前坡的高点 8439的位置 这是加权指数的部分 另外呢 在台 大家最关心的台指期呢 台指期也是一样喔 台指期呢 主力G能量呢 到现在为止 也都是站在多方 所以呢 这个行情呢 就是直直涨 直直涨 直直涨 如果主力G能量再持续 再继续再做多单 我也认为呢 它能够挑战前坡的高点 8449 这不成问题 那现在的指数呢 是在8223 现在的指数在8223 8222附近 左右的排回 今天呢 就是在一个平盘的附近 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洗筹码 那今天呢 我们的操作呢 很简单 我们今天早盘呢 一开盘没多久的时候 8点50分的时候 目前棋指在8205附近 会员直接试驾做多单 停损设8175 那很肯定的 今天最低8193也是没有来到 所以呢 我们8205的这边 当时呢 可是在最低点喔 直接试驾去做多单 停损设8175 然后呢 我们来对价对时 当时呢 8205 8206 8207都是做得到的 8点50分 有没有 8205 所以我们在8205的时候呢 有去做了个多单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赚很多啦 只赚了15点 会员呢 可以将手中8205的多单 请在8220附近先获利了结一趟 至今大会 你需要把档上通知 那么 在后面呢 有没有 9点46分 8220这些点 全部都是可以来到的 全部都是可以来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总共把15点放进口袋里 总共把15点放进口袋里 有点好笑喔 因为这个没办法啊 今天这个政府就是这么窄啊 所以你要 你要赚多点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说 在今天这种行情里面 有人跟你说他赚了上百点 你请问你相信吗 对啊 而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操作 实实在在在在带会员 当指标翻多 当指标翻多 我就带会员进场去做多 当指标翻空 我就带会员进场去做空 那今天8220呢 很显然就是有一个压力存在 所以我们在8220呢 出场 那在昨天的行情也是啊 昨天的行情呢 第一笔单我们虽然做错了 8148翻空 但是呢 在8151我们马上 马上就反手做多单 做多单上去呢 8223这边平仓之后下来 8201平仓 平仓之后呢 反手做多单 甚至流仓到今天 就这样子 每天只要这样子 当保利赚指标做多 我们就进场去做多 当保利赚指标做空 我们就进场去做空 所以呢 每一笔就是这么清楚 赚或赔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点位都是很清楚的喔 点位都是很清楚 这是这两天 那么在12号那一天呢 我有带寇讯过来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2号那一天呢 也是像今天一样 跟今天的盘式很像 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 一个区间整理的格局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赚钱 那一天呢 我们在8145的时候 那一天最低是8138 但是我们在8145的时候呢 就叫会员进场去做多单了 这都是有评有据有证据的喔 8145附近 会员直接试驾做多单 停损设8115 那最低点是来到8138 很显然没有到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只当指数冲上去的时候 刚刚那一笔8145 我们对价对时 都可以成交都可以成交 8145都可以成交 都是8145 然后呢 当指数冲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发了一通抗讯告诉会员 告诉会员说 现在已经达获利满足点了 会员可以将手中8145的多单 在8175上下5点都先获利了结 而我们来对价对时喔 在那个时候呢 8178 8177 8179 全部都可以来到 但是呢 我们说8175就是8175 你甚至运气比较好的人 你还可能可以承招到最高价 不过我们不要管他那个几点 8175就是8175 这样子上来呢 30点 我也是跟大家说不多 因为行情呢 它总是有休息的时候 它总是有震荡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要耐心的去观察说 到底究竟它的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 我说过 你在操作旗指 不管操作旗指或者是股票的话 你每天在操作 你只要方向操作对的话 稳稳都是在赚钱 你方向要是操作错的话 你就整天真的是戳在诞 所以你小心是有必要的 但是掌握到精准的动向 就能够稳超胜算啊 那在7月11号的那天 一个趋势盘 我说过盘整盘 我真的 我也没有办法带你赚白点 但是真的 一到有行情的时候 我是很有把握可以让你大赚 就像7月11号的时候啊 7月11号那天开很高耶 开高走高甚至几乎收在最高 那那天我们怎么做 哇塞 开盘开一百三十几点耶 那我们居然还敢在8090去做多单 因为指标是站在多方嘛 指标做多我当然是做多啊 所以我8090就试价直接进场去做多单了 这都是有评有据的啊 好来 目前旗指在8090附近 会员直接试价做多单 庭审设8060 很显然 开盘几乎就都是最低价了 最低点呢 根本就没有到 最低点在8061 最低点在8061 所以呢 我们设8060还没有到 所以呢 8090这一笔多单呢 是续报 续报呢 之后在8105的地方 有没有8105的地方 我们继续做了几个加码的动作 8105是会员可以直接 只可以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多单 趁胜追击 然后呢 在8120附近 会员可以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多单 所以我们那一天呢 遇到一个趋势的航行当中 我们呢 甚至做多以外 还曾经加码了两次 最后呢 在8147的地方平仓 在8147的平仓 的地方平仓 那我们的扣讯是怎么发 今日8090 8105 8120 加码多单 请于8150 上下5点 全部获利出场 那成绩单在这边 8147-8090等于57嘛 对不对 那8147再解8105等于42嘛 对不对 8147再解8120 27嘛 累计加起来126 那一天的正幅呢 那一天的正幅呢 那一天的正幅 最高 最低 也不过五十几点而已 但是呢 透过我们的加码的动作呢 透过我们的加码的动作 我们可以把获利 创造出126点的空间 你说厉不厉害 所以我说其实操作起始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你方向搞得清楚 你方向搞得清楚 方向对 你就是稳稳赚啊 而当方向错的时候呢 你真是错了一旦 而保利赚指标呢 它有一个特色 它就是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多余去判断 只要呢指标是翻空 我们就是做空 当指标是翻多 我们就是做多 我按 我一向 在戴抗讯 都是按照指标在操作 不预设立场 所以呢 为什么我特别要一直写 纪律操作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刚刚那个是验证到 7月11号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7月10号呢 7月10号呢 跟7月11号 又不太一样了喔 因为它是一个算是 一个区间整理震荡的盘式 但是它的幅度呢 跟今天比较起来 相对的比较大 那我们找盘呢 就在7950这边 就已经进场进去做多单了 然后呢 这都是有证据的喔 7945 会员 其实在7945附近 会员直接试驾做多单 停损设7915 那我们试驾做 直接成交在7950 直接成交在7950 再来呢 上去到7965的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动作 7965 大家可能都还很紧张 都知道要 都想说 你的多单要不要跑 或者是你要不要上进去加空 但是我的想法 跟大家都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趋势 我知道方向 当指数呢 在7965附近 会员可以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多单 所以呢 total累积下来又有35点 再来当指数呢 来到7990 哇好高喔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多单要赶快获利了结出场吗 还是要赶快去做空 结果我不是喔 我呢 是在7990附近 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多单 乘胜追击 然后呢 在8000点这边 我全数把它获利了结 全数获利了结 所以呢 一笔50点 一笔35点 一笔10点 加起来呢 就有95点的空间了 就95点的空间了耶 所以你说做棋子要赚大钱 困不困难 说难也是蛮难的啦 但是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工具 你是纪律的在操作 我相信 你每天要像这样子赚到钱 只要行情一来 只要行情一来 你绝对都做得到的啊 不只如此耶 我们再来看一下7月8号典型的 刚刚那些都是做多 那做空的时候我带你怎么赚 做空的时候 早盘7月8号那天不是下沙 中错吗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早盘7960翻空 我相信这一天大家记忆犹新 因为很多多单都被套住了 但是我们早盘在7960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指标翻空 我就是经常去做空 然后呢 这每一笔都是有证据的 目前棋子在7960附近 会员直接试驾做短空单 停损设7990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再来呢 当指数下沙 当你觉得欸 你假设你有做60的空单 你要回补的话 欸我们呢 在这边呢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们在这边直接顺势加码 在7945的地方 7945的地方可以直接 会员可以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 然后呢 然后呢 当指数来到7910的时候 指数正在往下沙 你前面没空到 你这边绝对不敢空了 但是我们前面有空到了 我们趁盛追击继续加码 7910 7910附近 会员可以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 绝对没有什么模拟两可的 加码就是加码 然后呢全部 今日 7960 7945 7910 加码空单 请于7850 7850 上下5点 全部获利了结 恭喜会员大获全胜 一天的行情 没有超过200点 但是为什么我能够带领我的会员 大赚了265点 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趁盛追击 我知道我要加码 我知道我要趁盛追击 我要加码 因为整个行情就是左空嘛 当天 所以我透过我的加码的力量呢 我可以把一天的行情 一天的行情 一天的报酬把它扩大化 我说这样的caution你要吗 这样的讯息你要吗 你觉得呢 而今天盘整盘 我的确 我没有办法带领你赚很多钱 但是你要展望未来喔 搞不好明天就是又一个趋势盘了 那到时候你的方向要做多还是做空 而我呢 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有保利赚指标 我有工具 我有方法 像目前的指数呢 已经又来到8226左右了 那我们在8222这边有做多单 指标就有翻软体就有翻了讯号 那目前呢 还是频频慢慢的往上拉 不过今天这些都不是重点 因为今天没有大行情嘛 就是一个 算是霞幅整理的一个盘式 我相信很多人呢 看盘都看到睡着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一样啊 在盘整盘的时候 我常常给大家这个观念 盘整盘的时候你不要嫌它少 我们真的是基少成多 但是呢 当趋势盘 一达成了趋势盘的条件之后呢 我们是会一波转到底 就像我们的保利赚台 我们的保利赚台期波段指标一样 6月28号 7789的时候翻了一个做多讯号 结果指数呢 虽然有经过震荡 但是它没有翻出做空的讯号 虽然有经过震荡 它也没有翻出做空的讯号 就这样一路的让你赚到底 就这样一路的赚到底耶 而只有这一笔吗 我们再来看上一笔 5月23号的时候 8277翻了一个做空的讯号 结果呢 指数呢 纵使有反弹还穿架耶 纵使有反弹 它都没有乱出做多的讯号 结果指数果然就是一路下杀 一路下杀一路下杀 一直到7789 正式的翻多 整个趋势的行情 不是整个都出来了吗 完完全全一清二楚 所以你要操作要怎么样操作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去猜吗 去猜方向 去看报纸的新闻 电视的你也看 报纸你也看 每一家 每一家老师的节目你也都看 但是你有没有回想 回想过来 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你究竟有赚到钱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看 换到 换一个方法换个工具换一个手气 你的世界会是彩色的 你会像我们一样 遇到大行情的话 一波赚到底 所以说善用保利赚 正是大赚小赚 都是赚 而一样老赚 小资女赚财数 我可以让你的资金 一口接一口的赚 从两口 变四口 变八口 甚至更多 靠的就是保利赚指标 我相信我刚刚给大家验证了这么多天 我相信从来就没有人敢在盘中 一笔一笔的跟你验证 不是事后才在那边马后炮 不是事后才在那边造假 完全都是真材实料的 就是敢在盘中跟你一一的验证 现在指数呢 又在8227828 我刚刚记得我刚刚跟你说的话 指标在8220就翻多了 指标在8220就翻多了 指标在8220就已经翻多了 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号 希望你在广告时间可以好好的想清楚 公寓善骑士并先立起器 指数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步步错 股票最怕标的错 片线坑杀钱套牢 天就如何赚钱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工具 用对方法才能拉高利润 将资金有小片大 保鲁钻铁钻 保鲁钻就是您最佳的利器 免费交血热线0225705809 讨压骑士 讨压骑士 美国进口原料 好听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认证通过 会退休会疾痛 思思解痛加强定 公寓善骑士并先立起器 指数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步步错 股票最怕标的错 片线坑杀钱套牢 天就如何赚钱 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工具 用对方法才能拉高利润 将资金有小片大 保鲁钻就是您最佳的利器 免费交血热线0225705809 第一手资讯 尽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022570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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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不ах不 ran 尤其是196705809 寻現在深探的是 中華矽金台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来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的操作 我们今天早盘呢 在相对低点的地方 在8点50分的时候 在相对低点的地方 8205附近 会员直接是要做做单 停损设8175 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呢 待进绝对待出 会员可将手中8205附近的作单 在8220附近 先获利了解一趟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严格的说起来 我们抗讯会员只赚了15点 那你可能会嫌少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盘市就是这么窄 我不可能带大家做太多次 不可能带大家做太多趟 因为呢我从主力军呢 你看有没有看到 从早盘开始哦 你就已经可以判断出 今天就是一个 霞浮震荡的整理格局 跟之前 跟有大涨的行情 完全都不一样 对不对 很窄的行情他要判断出来 很窄的行情他要判断出来 所以今天呢的空间呢 就是只有这么窄 大家也不用期望太多 所以呢有赚15点总比没赚好 我们的主力军能量呢 在有大波段的行情 他会显示这样子的符号 会显示这样子的量能 所以那一天呢 11号为什么一开盘 在90我就敢带大家进场去做多单 原因就在于这里啊 7月11号再给大家看一次 7940前一天翻多 隔一根呢 隔一根开盘跳空直接做多 8090直接试驾做多了 然后上去再加码 上去再加码 上去再加码 8105加码 刚刚8090试驾做多单 停损设8060 8105呢上去呢 直接再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8105直接再做一个加码的多单 然后呢在8120的时候 再度加码再做一笔多单 为什么我敢 因为我看到主力均能量 它还是一样都超过一千 它还是一样持续的都在做多单 所以为什么主力敢做我不敢做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那一天遇到大行情 我就是拼命把它做上去 结果呢指数呢 怎么出场 今日8090 以及8105 8120加码多单 请于8150上下5点 全部获利出场 总共的成绩单 总共的成绩单 57点 42点 27点 total累积下来 126点 那一天的盘是开盘 跳空开高 130几点的盘喔 我还能够利用这样子的区间 为大家创造出126点的空间 明天也许就是个趋势盘 你是不是要掌握这个机会 你是不是也想要让你的司机 一口接一口的转 从两口变四口变八口甚至更多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品资付投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寓站骑市并先利器器 指数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步步错 股票最怕标的错 片线坑杀钱套牢 连就如何赚钱 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工具 用对方法才能拉高利润 将基金有小变大 保利赚就是您最佳的利器 免费交学热线02-2570-5809 女同学 你有认真照顾你的头皮吗 蒙法566洗法经 天然氨基酸性 不刺激 对头皮很健康 还有蓝欧染液及金浆精华 帮你把发根 够雕雕雕 头发丰厚 就漂亮耶 我要跟你拉雕雕雕 是蒙法566 跟你够雕雕雕 公寓站骑市必先利器器 指数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步步错 股票最怕标的错 片线坑杀钱套牢 连就如何赚钱 就一定要有一套好的工具 用对方法才能拉高利润 将基金有小变大 薄绿钻就是您最佳的利器 免费教学热线02 2570 5809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股胜绿咖喱 新上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